銀色轎車高速左轉 沒想到突然失控 整輛車衝撞到電桿後 又撞車剛挑戰電線桿 直接倒在馬路上 現場一片混亂 車子還冒出濃濃白煙 電線桿被連根拔起 橫躺在馬路上 轎車也不堪強大的撞擊力道 車頭整個爆裂 擋風玻璃也碎成蜘蛛網撞 整個衝擊過程嚇壞目擊民眾 衝進來啊 尖叫啊 就往後一直退啊 往後一直倒 差點被撞上的老闆 心有餘悸 因為車子和電線桿 差點就往店內撞 而台南也發生類似的狀況 一名賣熱狗的老闆坐在店內 沒想到一輛車突然往店門撞 嚇得老闆趕緊往後跑 慢動作再看一次 老闆悠哉的在滑手機 沒想到攤子突然被撞飛 熱油還跟著噴煎出來 索性老闆坐在店內逃過一劫 我是覺得很可怕啦 因為我那時候 我平常是都坐在被撞的那個位置 重回事發現場 紅色轎車車頭爆裂 因為車殼和保險桿全被撞凹 無辜的變壓器也遭波及 造成四千多戶停電 聽扁一聲 騎就這樣 這樣喔 對啊 他們的老闆還在跳走 不然老闆就對了 警方調查表示 趙氏駕駛喝酒開車 酒測職已經超標達公共危險罪 全案將依法送辦 記者林中正領域軍桃園台南綜合報導